在郊西乡长,郊西乡民代表会主席、立委夫人,以及县政府秘书等贵宾共同主持之下,三名湿地公园正式启用。 请接派! 郊西乡民代表会主席、立委夫人,以及县政府秘书等贵宾共同主持之下,三名湿地公园正式启用。 乡长张勇德表示,三名湿地公园总面积约2.23公顷,是以周边自行车步道串沿线休憩据点,强化油层体验深度,并开拓崭新的据点,除了可以吸引观光客前来打卡和拍照,也能行销宜然,活络观光效益。 我们可以做一个近处的油漆,使用一些,我们也可以建立到我们附近的自行车的车道,和环境交流地丟在一个主管,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国民,我们的油漆,而且还可以说,让我们的动物和食物,一个天流安息的一个地方。 以来大家公所,我们的集结,要来行销,要来印度,我们所有的油漆,要来进入这个私立公园。 这个地方,就是我们三米球做的,是春来,给长地,开始就来做台湾。 你就是说一个地方,两个大湾做得很漂亮,大湾之外,这个汐水池,进化池,没做,你会觉得很可笑。 怎么说呢,你整个中国建设,如果我们做得好,是整个大湾的,我经常说, 我经常说,中国大湾用三米湿地,这些是什么?这些是我们特殊高家后的, 脚踏车自行步道的休息站在这里。 这些这个景观也水,整个台湾的整个郊西乡。 公所指出,未来会整合乡内自行车道油层,透过郊西老街,郊西温泉区,郊西休闲农场,自行车漫游,提供自然完善的公园系统,让民众有机会体验,并认识珍贵的自然生态。 宜然新闻记者,赖福星采访报道。